一个演讲 那这个演讲是在 我印象中是在大太阳底下 然后很大的户外 草皮之类的举行的 那非常建议各位去看这一个演讲 我觉得他讲得非常非常棒 那他基本上讲了三个故事 是有关于他人生的三个故事 那现在一年级的同学 好像你们刚进来的时候 我有播给你们看过 所以一年级的同学应该有影响 其他年级的同学可能也有 那不一定吧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 有关于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 三个网路社群的故事 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第一个故事 那第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关于恨的故事 那各位觉得很奇怪 在网路上有什么恨呢 还是网路涉嫌经营 但是这是我的亲身经验 关于恨的故事 可以很严重 那这个故事当然就是从我们刚谈过的下午讨论区看起 那在可能某些同学 三年级的同学一年级的时候 我们创的这个讨论区 那这个讨论区现在大概有四千多的成员 但是呢 在我们刚创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 那刚创可能各位有印象的时候 大概是一千多人 一开始 最开始的时候 那这一千多人是怎么来的呢 那就是我加进去的 那但是我会成立下午讨论区 其实不是我 不是我自己想成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个老师 他要成立教师会 那他想成立教师会的时候呢 那就一直常常就跑来跟我讲说 啊请你帮忙他之类的 那所以呢 他就想要我帮他做一些什么事情 那我又不好意思推迟 你知道就是 有时候就是这样 那所以呢 我就想说 好吧 那我比较常用网路 我帮你在Facebook上面 成立一个金门大学教师会的社团 那所以我就成立了教师会的社团 让他感觉到说 我真的有在帮忙 我不是 我不是糊弄他一下而已 那说真的 我我那时候也帮忙了 所以我我其实没有没有很多空闲时间了 我也不太愿意做这件事 但是社团就是成立了 那成立之后呢 有个习惯就是自己成立的社团吧 总要看一下 哎里面有没有人发言 啊 所以呢 这个教师会社团成立了 那我把一些我们学校的老师啊 特别是职工系的老师加进去 那加进去之后呢 我想这样已经非常 非常人质易尽了 我们可以对得起那个老师了 那所以呢 我大概就没有管这个社团 那结果这个社团呢 就过了两个礼拜 这两个礼拜的时间 基本上 这个社团 是处于静止状态 一工发言都没有 那 那 我就在想 奇怪 为什么 这个社团 像个鬼城一样都没有人呢 那事实上我已经加了几个人吧 对不对 至少大概有十个以上 但是没有人发言 那各位如果曾经成立过Facebook社团 或许各位会有经验 如果你成立了一个Facebook社团 然后呢 一开始加了一些人 那些人可能不见得会发言 那有些呢 是一开始发了几个言 为什么把我加进来 然后就没了 或者是 加进来之后呢 他觉得这个社团 还蛮有趣的 然后开始发了一些言 后来发现 没有人继续回应 然后这个社团呢 从此又挂了 所以 社团要成立之后 要能够运作良好 有什么要件 如果你做生意的话 你可能会 会有点感觉 有人说 做生意的时候 开店的 三大成功关键 是什么呢 我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说 三大成功关键就是 地点 地点 你地点选对了 人就很多 很多人经过 你的店生意就会很好 那各位 不知道有没有人 曾经真的去 卖东西 你们 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真的去卖东西 例如说 我知道各位 可能很多人都曾经在 Seven打工啊 或者是 红茶店打工啊 你有没有曾经 自己老板的心态去卖东西 或者是你就 就试试看哦 哪天你就背个包包 然后带一点货品 然后就到我们那个 京城的那个 蔡奇亚那边 然后地摊就开始板下去 开始卖 你可以试试看 然后观察一下 到底 为什么卖的好 或卖的不好 那 经营社团我觉得 也是类似的 也是类似的 那经营社团 跟卖东西 有点像 在 在卖东西的时候 我本身其实没有很多经验 但是我曾经 在大学的时候 跟同学去卖便当 那 为什么会卖便当呢 我那个同学其实 他是一个客家人 那客家人有什么特性 客家人很勤俭 为什么 为什么客家人要那么勤俭 因为客家人 他们 他们其实 之所以叫客家人 就是他们一直都是处于 客人的状态 他们一直都没有坏 在自己的地方 属于平地的地方 所以他们往往都是在 那种 就是 人家 比较肥沃的土地的外围 去开垫 然后去生活 所以 这让他们养成了一些文化 比如说他们的食物通常都要保存很久 那他们可以 可以靠着那些可以保存很久的食物 在 在 就是 生活在很可淡的情况之下 还可以生活下来 OK 那这是客家人为什么养成 后来变成 现在的这种文化 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 哲远 那我同学客家人 所以他就 他就邀我说 那我们 有一次那个我们教大 在教大的时候 那 大家是 有考试 研究所考试还是什么之类的 所以那天很多人 因为教大很多人来考 好 那所以 考试很多人 那问题是 他就觉得 诶 那既然有很多人 大家总要吃饭 所以 那 卖便当 应该给赚 我就跟 他就邀我一起 然后我就说 好 OK 我们来卖卖看 他就去批货 他也知道这种 这种管道 他就去批货 然后批了货之后呢 那天就开始卖 结果 人潮是很多 当那个 而且只有一瞬间 那是什么呢 因为 那个 考试一考完 人潮就出来 然后是 忽然之间 一大群就这样 出来 然后 经过那个门 问题是 没有人停下 我们的便床滩 就在旁边 但是 没有人停下 然后 我眼看着他们 就要这样走过去 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想到一件事 然后 我就 我就跟他们讲 说 今天 啊 学校的餐厅 会很急哦 可能会没有位置 然后呢 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件 很奇妙的事情 什么奇妙的事情呢 那些 已经走到门口的人 他突然之间停下来 然后 转头 然后呢 大家看着他停下来 转头 那个 人笼就卡住了 大家还停下 然后这些人呢 就不往门口走 他们做什么事 他们停下来之后呢 开始抛钱 抢便当 然后 整个情况呢 就突然 变得 几乎快失控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堆 从来没有卖便当经验的 同学 大学生 而且是在教大 教大的学生很少 会去卖便当 那 没有卖便当经验的同学呢 突然之间 就 就手忙脚乱 你是要做生意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 要赚钱 你手要很快 对 那手忙脚乱 然后就不知道 该怎么给便当 然后就 一直给一直给 然后钱就一直收一直收 好 那这看起来很好 对不对 那经营社团如果到这样的时候 其实 社团有点起来 OK 社团感觉好像 有点眉目了 但是 还是 经营社团这方面 其实问题比较小 卖便当问题比较大 为什么呢 因为 当我们 把便当全部卖光 一个都不剩 连自己吃的都不够 都没有 一个都不剩 卖光之后呢 OK 大家想说好吧 那就去庆祝一下 然后呢 就 反而跑去 学校的餐厅吃败 那 吃的时候呢 开始算钱 就发现说 欸 那个 收到的钱 不足以支应 要给便当店的钱 因为我们的便当也是 便当也是批来 我们不足以支应 要给便当店的钱 所以就亏本 虽然我们做了一个好的经营 我们也挑了一个好的时机进去 但是呢 我们的经营手法 品质管制很大 所以我们亏本 到最后自己还要自套要包 虽然没有多少钱 最后其实几乎是扯平 但是亏了一点点 所以大家卖的 卖的的卖力 但是事实上没有赚钱 那社团呢 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通常大家不会急着掏钱 但是急着发言是有可能 某些情况的时候呢 大家 会一直发言 然后 你想自止 也自止不了 那我们就曾经遭遇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 那时候我们再回到社团还没起来的场景 还是金门大学教师会的场景 这些人根本就不玩Facebook 这些老师 那时候其实 现在老师玩Facebook的越来越多了 那时候其实还蛮少 两年前 那他们不玩Facebook 当然就没有人发言 其实他们的账号 通通都是类似禁止账号 从来都没进来 有些老师的账号还是 电话请我帮他开的 所以 他们根本就不会用 那所以呢 为了增加客群 你做生意 没生意的时候 当然就要增加客群 我为了增加客群 叫金门大学教师会 那个客群呢 在那时候大概 也就只有那 五十个吧 没了 所以这个五十个的社团 其实不太容易经营得起来 各位 如果注意看的话 你们自己如果有班的Facebook社团 班的Facebook社团 往往很难经营 因为人数很少 但是如果是整个系的Facebook社团 那就比较好经营 因为有一些共同的 然后人数也不会太少 一个系大概有200 所以就会比较好经营 那我比较贪心一点 我突然就把这个客群 变得很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所有老师和学生都进来 而且基本上呢 有时候我无法判断 他到底是不是我们学校的 我会把他加进来 那所以最后呢 这个社团呢 我们就狂加 包含学生 老师 和一些我不知道到底 是不是学生或老师的人 然后呢 加加加加 大概 加了一千多 那刚好那时候 我正在从事 反对运动 各位三年级的同学 应该有印象 那时候在从事反对运动 那第二年级的同学 可能完全没印象 那我从事什么反对运动呢 我从事的反对运动就是 是 各位知道我们 我们金门大学 其实不算是排名很前面的大学 那这个 如果 我们金门大学一直有一个 会不出帐 啊 会不出帐 不出帐 不出帐 就是 尤其是 我们的 我们在的 我们在做 我们的 收到 我们的 我们的